最近罗先生在帮小舅子装修房子 他从洪峰家具城的A家家居订了两张床 四个床头柜 还有电视柜 茶几和沙发 总价一万六 罗先生拿出了两张照片 左边这张是他在店里看中的床 右边是送到家的床 他说这两张床的靠背颜色 差得也太离谱了 就是那个深灰色的颜色 然后他送货的时候 就给我送成那个天蓝色感觉 罗先生说 他又仔细看了看床头柜 越看越像之前自己家退货退掉的那一个 我这个床头柜 那我就是我之前我自己家里定做的 然后退给他的 然后他又送到这一家 就第二家 我小舅子这里 对方承认就是你那个吗 当时打电话 他们经理说 确实就是你家的怎么 他就是说 你这个床本身就没有床头柜的 然后他说我把这个床头柜送给你 罗先生并不认为床头柜是赠送的 因为在订货单上 床头柜和床是写在一栏里的 赠品这一栏写的是 椅 脚踏 其他字有些潦草 A家家具的销售员陈女士说 样品床是皮革材质的 定做的床用了科技布材质 肯定会有色差 靠背之所以换材质 是因为价格的问题 这一点对方也是知情的 然后我们还是帮他 加钱做出来的 那个科技布的颜色 是有色差的 肯定是有色差的 那当时我就说 他一定要那个款式 对 我要那个款式 要那个颜色 你做不出来 你为什么要给我换 我就说了 那当时价格你说 做不出来 你可以不做 不接我这个单子 对不对 左老板承认 床头柜确实是之前 罗先生家的那套 那这个床头柜的话 本来我们现在想 就是送的 然后这个的话 而且那个颜色 也是百搭的 然后他这个床头柜呢 是他自己家里 他本来自己量尺寸 量的是40公分 我们给他家里 定了40公分的床头柜 40公分床头柜送去之后 他自己那个地方 有个拐角 就是还有一个缺口 当时我说骑边 然后一米八骑边 就是说床箱和床铐 都是骑边的 最后送货的话 床铐就是往外飘了 所以导致我床头柜塞不进去了 罗先生说 因为床的事情没有解决好 他就压着2000块钱 尾款没有付 商家干脆把茶几 和电视柜拖走了 我们皮床的颜色 那个颜色 是不可能有科技部的 当时送过去 也没有说这个床的颜色 不好看或怎么样 也是后续他心里不舒服 然后这样把这个事情 提出来讲的 我觉得这个东西 就见仁见智吧 就是你们那个一下 我觉得其实也是有必要的 就是我们说实话 那消费者当然有 就是保护对吧 那我们说实话 我们也需要一个道理的 颜色款式你要给我保证 你换换其他部的 跟我不影响 你不要影响我看的款式 我的意思 你做不来价格什么的 你可以不做对不对 左老板说 床头柜可以重新做过 但希望罗先生 把尾款结算一下 罗先生表示 这个方案 没有解决他的核心诉求 也就是床靠背的颜色问题 此前双方也通过市场监管局协调过 没能达成一致 1818黄金眼 记者报道 3190502 时032203 你的项鱼 再来时 都解写一致 你帮助 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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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